猫中毒了吃什么解毒药 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这个不像是很多的小说 武侠小说上面 一旦中毒了之后 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解毒药 第一阶百毒 其实没有 因为能碰到的毒物实在太多了 比如有植物跟进方面的一些毒物 比如有冷冻季这类的人工化学合成的毒物 比如有一些比如像农药之类的毒物 还有一些比如像我们讲在石原材料上面 比如经常会给猫猫去吃到 比如像冲姜蒜这一类东西 很容易造成农水型C病 这也算是毒物 毒物的种类太多了 没有办法谈谈而论 但看到每一类毒物的时候 都会有相应的一个针对和处理的方式 如果在某些毒物上面 我们能找到特效解毒药 这是非常好的一些事情 比如像牧师老鼠药之后 我们用卫生素K1作为一个大量的补控 我们会大大缓减 这一类毒药造成的一个身体负担 但是有很多毒药没有办法去找到特效解毒药的时候 这个时候只能对症 你有初血我要去给你直血 你有神经上的一些问题 我要去给你解精 你有低温我要给你保温 你有脏气衰竭的可能性 我要去给你保肝呼善和提供脏气能量 这些只能针对性的去使用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有一类万能药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尽力去寻找真正起到毒药作用的原因 小些是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因为能碰到的毒物实在太多 比如农药之类的 或者食原材料上面 就像蜂姜蒜这类东西猫猫吃完之后 很容易造成溶血性疾病 毒物种类太多 没有办法统一而论 碰到每类毒物的时候会有相应针对和处理的方式 一定要找到中毒的原因